我是阿里綸,我是日本人CGIN AKMCGIN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為什麼我們現在會在桃園機場的一行下呢? 因為我們有一個新的乾爹 叫做王道銀行 他邀請我們去香港玩兩天一夜 也算是這一套要洗刷我自己以前 對於蘭桂坊中華那段的不好印象 所以我這次功課也做足 也請台灣的調酒師 巴木的Kevin 幫我介紹了香港 哪幾間是他覺得心目中最棒的酒吧 所以這一次我們要做的題材 沒錯,就是香港兩天一夜 酒吧首跳大攻略 為什麼這次王道銀行會找我們去香港 其實是因為他們這次跟國泰合作的一個 雙王道銀行的卡 國泰機票2999塊 然後這次我問他們 我說這些機票住宿行程我們要怎麼樣呢? 他說,沒關係,反正我跟你們以前是要你自己決定 你們沒有要陪我去喔 沒有,你們自己去 你們自己去玩 你要喝什麼拍什麼隨便你 反正就是這樣 這樣我有什麼拒絕的理由呢? 所以我這次就體驗他們一般消費者的流程 就是我去申請了王道的卡 然後一張機票買了2366元 是很便宜啦 我覺得好像比高鐵便宜 所以推薦各位 如果是這個價錢 讓我去香港喝一個晚上 我是可以接受 反正跟我去高雄差不多錢 還比高雄的高鐵費便宜一點點 謝謝乾爹 因為我們太久沒去香港 忘記要轉接頭 所以我們花了1990塊 買了一個轉接頭 不過我們也試用了一下廣告卡 國內有1.5%的利率 1990塊還是很貴啦 好,我們到香港機場 這次坐國泰感覺寒錯 位置也蠻寬敞的 搬試也很多 還拜 那我們現在要去坐機場快捷 往香港站 然後往中環移動 我們現在要去LOVE HOTEL 我們現在要去LOVE HOTEL 這裡很像我是有裝好 但這裡不便宜 三八老屋 怎麼會跟你住這種房子 這是你訂的耶 OK OK 大家好,我是YJ 然後我今天來到了這個 好啦,可以可以 好,我們要出發了 以前我對於那種信用卡回饋的點數 就是或是什麼%數我都不在意 但這次我用一個方法覺得 讓我自己覺得很棒 就是這次我沒有Shaba定房 還有6%現金回饋 所以我可以多喝一杯SHARP 如果我跟我講說省300 這沒什麼意義 但是我可以多喝一杯SHARP 很棒 那我們現在要去我們的香港夜生活第一站 算是PRE DREAM 然後是我妹的老公 他們是法國人 然後他推薦他們香港來去的一個地方 那邊都是有機紅酒跟一些小店 它叫LOCKER BANG 那我們去去看吧 好,我們到了 就在我們飯店的鞋對面 超級盡 走吧 這間店蠻復古的 我們覺得整體裝潢蠻喜歡的 然後客人非常多的外國人 然後小小的一間店 蠻Chill 然後我們因為這是第一站 我們今天有蠻多地方要去的 所以我們應該要點各一杯 然後他們的酒都是有機酒 然後前面有介紹 就可能說他們的所有的葡萄區 已經來自有機或是生活動力方式的小型種植場 所以應該蠻有趣的 然後我們會點一點點小點 OK,這是我們的第一站 我們叫了牛肉塔塔跟沙拉 這東西看起來超優的啦 其實說實在我也不知道 這吃法是對或錯的 我只是很餓 復活了,復活了,復活了 復活了 我覺得今天晚上應該沒問題了 最後一口 吃了超路麵包 我覺得等一下喝酒的戰力 應該是會上升 因為我們今天要跑很多地方 所以我們要先甜點味 這裡讓我覺得 蠻Chill的 很不錯 OK,那接下來我們要去下一家 COA Let's go 我覺得我是很會選 我覺得我是人稱定房王 我們的飯店 然後我們的第一間在這裡 然後我們現在要走路三分鐘去COA 這一整區全部都是酒吧 而且都是厲害的酒吧 Let's go 因為我以前試過 喝完酒還要做大眾交通 但是那真的讓我超難死 我如果真的要喝酒 我就會把房間定在 整個喝酒區的正中間 所以我們這裡是 中環的重鎮 南桂坊重鎮區域 在正中心 我覺得perfect 他們這邊真的都是上上下下的 我覺得我等一下如果喝過 上上下下應該蠻痛苦的 我們找到了 COA 好,我們現在人在COA 然後Finder我幫我們推薦了 他們這邊他說覺得很有趣的酒 那第一杯 Pochella de Pistachio Pochella是南美洲那邊的 就像我們豆漿那樣的飲品 上面這些是開心果 紅色的粉是甜番薯的 可是蠻好奇它的味道 整份看起來很像食欲 好喝耶 整杯酒的味道我覺得算平衡度很好 可是不是很常見的味道 但我覺得很有趣 這算是我今天的第一杯酒 我覺得很棒 我前面一直講COA 其實我講錯 他們是COA 這個是Moscow的原料 然後COA是用來 處理它的第一部的器具 然後這是他們說 在製作的時候會出現的 土搖火燒的狀況 雖然說Moscow跟 Takira有差異 就是Moscow是煙燻味會 比較重一點點 這間是Moscow的專門店 然後剛剛店員也幫我上了蠻多課的 因為他們覺得難得有人來拍 他們覺得很有趣 推薦兩支Moscow給我 這兩支都叫Lostasande 他們說是在西班牙文Dancer的意思 然後這支是普通版本 酒精濃度是奇葩 Akape的品種是 有一些胡椒味 草青的味道 在尾斷 我覺得是蠻有趣的 這支就是 他說基本上啊 網路上是查不到 就是超級限量 這支是Lostasande的Sailproof 然後它是在放在 玻璃的湖裡面 放了四樓 然後時不時會出來呼吸一下 然後算是很限量 嗯好喝耶 煙燻味都跑出來 然後兩杯的甜味差不多 這一杯的草青味再少一點 但因為Moscow這東西在台灣 雖然很少有一間這麼專門 連它的店名Koa 都是因為是要處理Akape的道具 他們也是有命名 這一間來香港我下次應該還是會來 值得來 OK 這是我們第一家Koa 在這裡 我覺得這間店非常的酷 店員很熱情 因為他說還有看過影片 然後就跟我介紹了很多 有關Moscow 因為這是台灣 基本上我很少看到 我專門的BAR 然後他說香港也不是多數 所以我覺得 如果還有機會來 我還會選擇來這裡 我覺得這裡很棒 很有趣 那我們接下來去下一家 叫做The Old Man 我們找到了他在一個巷子裡面 一個小小的巷子裡面 這是他的 看法 去看一下 然後這間店叫The Old Man 他的裝潢我覺得算很漂亮 哇 這間店的梗也非常多 我覺得很棒 這是他們的菜單 他們店叫The Old Man 就是老人與海 這一部小說的 然後後面的每一個編號 都是他們與老人與海裡面的 句子裡面去闡述的 然後這個叫做 The sun also rises 是這一杯 然後這一杯是 Winner takes nothing 還有一個東西我要特別說 我覺得是目前我在台灣沒看到 我覺得很酷 是這一個 這是他們的冰塔 所以你所有的飲料放在上面 它就是會維持在冰的狀況 我覺得這超級屌 很舒服的一家店 光線也很棒 你看它那個 我覺得那個就是 我覺得很棒的一個 好有趣的味道 我以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來解釋 以台灣的方式 就是它有點檸檬尬冬瓜的微妙 你等一下喝你就知道 為什麼我這樣子叫 裡面沒有這些東西 可是我覺得它喝起來的味道 有點檸檬尬冬瓜 我覺得是一個很微妙的品味 哏很多啦 我覺得Hamson推薦我 這兩家我覺得都是 我很願意再來 尤其這種是主題性的吧 然後菜單沒有都設計得很有哏 調酒很有水準 這一杯是Winner take nothing 它是用胡蘿蔔 好好喝 這杯絕對是美愛的 Winner take nothing Hash tag 1933 It was good 我還是太喜歡這個吧 我覺得這個好棒 等一下在家裡動了一個嗎 超想抓一個 冰冰的感覺超好 你看喔 這裡是有結凍的喔 你看這裡 好酷 搜索冰箱 就好了 裝這個就要結凍放在桌上 超酷的 我們又點了兩杯 這杯是In Our Time 然後他說上面這個紅紅的是 辣 我決定先試一口 然後等一下給班尼 好神秘的味道 嗯 我覺得很好喝 那辣油的部分 我們等一下交給班尼吃 我先試下一杯 另外一杯我點的是 Hail Like White Elephant 它其實底裡喝起來很像 再更甜一點的白酒 等一下你可以看到旁邊 他們其實有很多大瓶子 歐美人的大瓶子 有些調酒他們是已經 先調好放置在瓶子裡 那我覺得這一杯 女生應該會喜歡的 蠻順口 像再甜一點的白酒 明天要喝 好 好 我其實很喜歡在喝酒的時候 有感受到人情味 剛剛大概跟Finder聊了三四十分鐘 然後我們聊得很開心 他也覺得很開心 我們喜歡這間店 然後有做這些酒的頻道 這間店非常有個性 我很喜歡 那我們去我們今天晚上的最後一間店吧 Dr. Fern Let's go 好我們現在來到Dr. Ferns 就是他們的請酒客廳 Waiting Room 好像不是這裡 應該是這個 我們可以坐這裡嗎 可以啊 挺不錯 這是這邊的經理Paul 然後這是我在台灣認識的Himson 今天的兩間酒吧 就是 Koa跟 The Old Man 都是我在台灣遇到Himson的時候 然後他推薦我 我覺得 兩間的點都很多 很棒 現在我們就來到他們的店裡 來試喝看看 這間店的特色也很夠 不如我們現在帶個電景吧 這間店叫做Dr. Ferns Gin Parler Dr. Ferns是一個心理醫師 然後這間店的命名原則 你剛剛看電景有看到很多植物的東西 用這些東西來醫治人心 讓我們回復一個快樂正常的狀況下 中間有一個Gin 所以這間店就是Gin專門 我們今天的Koa是Moscow 第二間是The Old Man 它是由老人魚海這間店去命名的酒 第三間就是Gin專門的店 所以我們今天要蠻幹Gin Tony 一整個晚上用不同的Gin 然後這次他們兩個推薦的就是 Pretty Money Gin 然後還有Blind Tiger 這兩隻都是來自比利時的Gin 還有一個最重點 我開不起來 這邊這一隻 我也不太想碰它 何天使是他說他們獨家的琴酒 開這一瓶要港幣20萬 沒有謝謝 如果有乾爹想要多點我喝這一隻酒 我很願意幫你做開箱的 因為港幣20萬真的太貴了 但是我實在很好奇它的味道 沒關係 反正我們今天有很多種不同的清酒可以喝了 Let's go 我覺得這邊非常清爽 這一杯是剛剛他們推薦用Blind Tiger 調的 我們還是提醒所有的觀眾 你來這種Bar的時候 你如果要凍酒瓶 你要問一下Barland 尊重一下他們 這是一個小知識 推薦我來這三間Bar的Barland Kevin 他前幾天在香港 然後他們出去點酒都是這樣子 對不對 一間一個Menu 他說來全部來一杯 全部來 欸我其實在台灣 我沒有幹過這件事情 叫做 全部Menu來 這就是一般Bartender的日常 就是如果任何Bartender 去到其他國家 大概都會被其他國家的Bartender 做這種對待 我覺得這工作很辛苦啦 很辛苦 其實我酒意有點上來 這一杯我想他們推薦 他是用Health and Hitch 這一杯裡面有加佛手乾 還有一些紅茶 反正都很順 這邊的Gintoni 是我覺得非常厲害 我的吸管是香茅耶 欸真的假的 他的吸管是用香茅做 然後因為這一支清酒也是用香茅 但是我覺得這一杯如果喜歡香茅味的人 會愛不釋手 而且香港三間 算是完全洗刷我對香港喝酒的印象 Pofetto 好我們要進入下一輪 然後他這杯要幫我們用一個清酒 他上面就寫Lobster 就是Dead lobster 龍蝦 海鮮味超重的 龍蝦 這一瓶來自蘇格蘭 然後有放在圓桶裡面的GIM 然後剛剛的這一杯 就是我幫班你點 Lobster Gin Gin 名字是我點的是你這一杯 沒有沒有 我不管 我是要這一杯 這一杯是我 我不理你 他上面這邊有放薑片 薑末 薑末 其實你鼻子第一時間 就會感受到薑末的香味 我覺得是蠻有趣的事情 來到這種清酒的天地 我覺得是 是我人生第一次來到這麼多清酒的天地 但我還是推薦各位 在喝酒的時候 盡量是不要飲酒過量 因為當你失去味覺判斷力的時候 你喝什麼都是一樣 你知道嗎 我試一杯給大家看 我沒有 這杯Gimlet的水準不一樣 我沒有收業配的錢 我的業配是王道銀行 不是這間店 這杯Gimlet我給過 還沒有下機箭 我已經偷然撿了 等一下 好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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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去自己撿 其實這三間香港的吧我都感覺非常的好 都別去特色 然後我喝得非常的醉 然後我現在完全不知道我自己在講什麼 昨天水還喝太多了 然後我都不太記得我自己到底抓什麼 這時候我覺得業配時間要來了 我自己覺得對我喝醉來說蠻方便的就是 他自己會幫你做紀錄 然後他的app也給我口說的去記帳 我現在就在看我們昨天那邊 喝了多少錢 你如果問我說做什麼 這樣的東西就是乾爹說要拍 現在把它拿來放飽 好我們的第二天的開始了 現在全身還是充滿了酒精 標準給我今天髮型 恕罪 讚 讚 讚 理性飲酒 他為什麼要憋笑呢 他當時一定很想笑 終於買到一個我喜歡的東西了 我去了Hoods 然後我們買了neighborhood 2.3%的回退 所以我這樣應該也是半杯下 外面實在太熱了 然後我們在銅鑼灣啊 中環逛老闆天腳也很痠 我們真的不知道去哪 所以我沒有回來打這份 繼續喝Gintony 喝你晚上Gintony 隔天再喝Gintony 各種不同的Gintony 但是夏天喝這個真的很清爽 剛剛這東西擦我眼睛 你有沒有看到 等一下會不會又脆 OK我們回到台灣了 哇蠻累的 兩天一夜這個其實旅途還蠻紮實的 去了三間我們覺得香港非常厲害的bar 最後也感謝王道銀行要求我們去這兩天一夜的旅程 然後也完全不干涉我們安排的行程 就是我們想去哪 就隨我們安排 主要是他們希望我們可以完整體驗這張卡使用的過程 然後我們覺得實際上是真的還不錯 來推薦大家去申辦 最後也提醒各位 機票的名額有限 趕快去香港玩 完全洗刷了我對香港之前的影響 我一定還會再去 下集見 我真的蠻累的 然後其實我忘記跟大家講 這趟旅途其實 包含機票兩千多塊嘛 我們整趟旅程 住的還蠻好的 然後喝都喝好喝滿 大概花才一萬三台幣 我覺得 我還會願意再一次做這種事情 就是去香港喝兩天一夜 我覺得很棒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支影片 然後不要忘記分享按讚 然後去Youtube 看小鈴鐺按訂閱 去Facebook按追蹤 如果你有任何有關這種旅途 或是不是台灣的酒吧 覺得很棒 歡迎來信 來訓跟我說 下集見